國內疫情 今天新增了私立本土個案 分佈在雙北桃園跟臺南 其中宗教團體吃飯唱歌群聚案 再新增兩人確診 居住在雙北地區 另外桃園航景先前傳染給孫女 和女兒之後 現在妻子也因轉陽確診了 航景家族累計有四個人染疫 至於中有煉油廠的傳播鏈 也新增了一個人確診 是因為鳳山家庭群聚的兒子 曾經到家中拜訪 本土確診再加四 其中就以宗教團體群聚案再擴大 截至二十號為止 這起春酒吃飯唱歌團延伸 累計三十人確診 雙北兩例的部分 是宗教團體春酒唱歌群聚相關 那第一例是案20099 另外還有一案是20100 臺北市的案20099是一名三十多歲男性 曾在二月十五號接觸同事案19930 內湖某國小的家長 二月十七號被匡列隔離 隔天出現症狀 二月十九號採檢確診CT值13 至於新北市的個案案二零一零零也是三十多歲男性 二月十三號曾經參加宗教團體春酒而被匡列之後裁檢確診 而先前桃園航警傳播鏈也在加一 桃園航警案一九七六三 先前傳染給自家孫女跟女兒之後 現在妻子也染疫了 案二零一四一四十多歲女性就是航警的妻子 二月十九號採檢因轉陽確診 目前家族已經累計四人染疫 另外台南市也新增一例案二零一零一 二十多歲女性 因為家中在二月十二號曾經有鳳山家庭群聚的兒子登門拜訪 被匡列之後在隔離期間因轉陽確診 所幸二十號新增的四例本土都在隔離期間驗出確診 對社區影響不大 到時台北市有一例個案二零零二八 五十多歲男性入境三十一天 因轉陽確診 讓北市府不敢大意 二月十七號的時候有到北投區的陽明山珍愛樓 丙泰峰的天母搜狗店 兩名同住家人目前是匡列居家隔離 涉足有一些風險對象 九十二個人就是先匡列的居家隔離 整整一個月才驗出確診 是否在國內感染 還得進行血清抗體檢驗 由中央判定確認 這台北綜合報導